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胡安 今天就是我们大日中的总顾问 我想要介绍给您认识庄瑞贤庄总顾问 他以前是担任我们的副会长 前会长 我认识他跟认识宋气力 几乎一样的这么久 二三十年 这个也一起经历过宋气力事件 一起走过那段日子打拼过来 对宋气力思想有非常非常深刻的体验 我想让你了解宋气力思想 第二个我就觉得最重要的 就是要介绍庄总顾问给您认识 很幸福很幸福 来到大日中以后有更深刻的体会 更珍惜那种 我看到庄顾问的身影是让我深刻的 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珍惜 他走过了一段路程 在这个认识中间 我希望我们很轻松的 请庄顾问来跟教授介绍我们的宋气力思想 可以更深一层的 把宋气力思想的深度 广度 精度的内涵 可以表达得更好 教授你就 我也很谢谢卓春叶博副会长 因为上一次我们访问了 以这个明知版本书院的这样的 民间书院的角度 我希望之前中央研究院在十几年前 有透过杨慧南 杨教授做了宋气力事件的一个 我想他那个也算是一个客观的 也算深入 因为我后来也看了他的那些访谈的东西 他有访问的当时除了宋气力本人以外 他也访谈了一些宋气力的这些跟随者 我是觉得他那个访谈 我们上次跟那个林会长聊的时候 林会长也有大概讲了一些部分 今天双顾问我想说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机缘 我们这个林志版本书院 也希望有一点像当时中央研究院 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想要更深入的报道 宋气力事件引起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媒体的报道也好 或者是社会我们从协助界来讲 是比较一种表层的还不够深入 虽然杨慧南教授那个我是认为他已经算是深入 可是既那个时候十几年前 而且在当时台湾媒体的或者是社会的氛围还是比较沉重的 不像我们今天那样的 我说我们今天很幸运在一个 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开放民主的 而且又加上今天这个网际网路的发达 我就想说借这个机会 因为上次我们访问了林会长 我就想说 专会问你个人是不是可以先讲一下 你是怎么开始进入到大日中 或是你们学演讲的本尊道 我想说先从你的心路地址讲一下 我们可以站在宗教哲学的角度 我们谈一些延伸的问题 现在是不是可以大概讲一下 我大概讲一下就是说 为什么会去寻找宗教这一块 是因为我的母亲 她在44岁 就在我未满20岁 她就忘了 所以你在今年的时候 所以那时候一直想说 一个这么好的人 在我们心目中每一个母亲都是完美 都是善良 她的生活都是我们认为典换 因为她很照顾人 她既若扶贫 自己没什么能力 但是她对人就是比对自己重要 乐上好施 对 为什么那么早 她就往生了 然后看了一些火经 就说 牧连要救母 必须怎么样 必须怎么样 所以接触到佛教 佛教 最早是接触到佛教 最早是在 因为母亲的关系 在一贯道 一贯道 后来就是说 要救自己的亲人 要像慕连一样 就是那个地藏王福 本宴经里面讲的慕连救母那个故事 所以那时候就受影响就是说 可能要出家 才真的可以帮助到自己的亲人 以前就是说你没有修道一定下地义 之前活教那种观念 正确不正确不知道 但是那时候就有那个想法 所以就到寺庙去寻找 就是说没有一个出口 然后可以真正去了解真命 经过了几年 有一个同道 就拿了一张美心幻光的照片 就是 你所谓中间的同道是你认识的朋友吗 我不太认识 你不太认识的朋友 对 他只拿了一张照片 就是美心幻光照 美心幻光照 我看到那张照片就特别 就是你的前身会被震动到 就是所谓的相应 对 就是很特殊的感觉就是说 这个是我要找的 有一个直觉的看法 对 就想说我要去找他 然后不得其门而入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真正公开 我只打听到 在滨江街 有一个他聚会的地方 那时候刚好有鸡眼常常会到台北 每次从建国南北路那边过去 我知道松基里显像纪念馆 我就带着老婆小孩 然后就气 所以那时候气 你是当时住在新竹 新竹 从新竹到台北 对 你早期从新竹到台北 几乎每个礼拜会上来 但是那时候不是见到本尊 他们当时已经是显像协会了吗 对 那在八十年左右 但是不是见到本尊 就参加协会的活动 那时候还不是正式会演 还不是 但是他是开放 开放的 然后就到这个场地 到那边有一个特殊的感觉 就是说 你到那边你会很喜悦 莫名喜悦 比去寺庙还得到更大的安慰 更和谐 所以你每个礼拜你就气 就有那个吸引力 吸引你每个礼拜想要气 对 他们那个虔诚的基督徒要上教堂 那种 那种教堂里面就可以得到一种 心灵的安慰 对 类似于这样的一种感觉 所以那时候就是气 然后就听到很多不可思议的战役 但是那时候都是天眼境界 所以听的范围太多 后来本尊有出来开示 然后他就拉回就是本体的种种现象 那为什么会有天眼境界是 因为见到寿命期立方光 自然他就天眼展现 给他了解 每一个人了解就是自己有本性 然后我还没有见到本尊之前 就见到分身 那个分身是实体的人 然后就说 你有求到的问题 你都可以来问分身 我就想说握我的手 然后温度 然后柔软的绵度 我想是怎么这么神奇 还没有见到本尊 然后见到分身 那种感觉是太震撼 就说你过去 不管在念经 不管在打坐 也没有这种境界 所以那个机言之下 慢慢有机会就见到本尊 你刚才讲的说 这个握分 宋基利分身 你握到 是你自己握到宋基利分身的手 对 就是见过 就是 还没有见到宋基利 对 本人之前 对 一般你们所谓的本尊之前 你就因为 看过美心放光的照片 然后你 从新竹到台北来参加过 几次 计会 后来也 好几个月 你在还没有见到宋基利分身 你就见到宋基利分身吗 对 你见到他分身的时候 你还可以跟 所谓宋基利分身握手 是吧 因为我跟他礼敬 你跟他礼敬 他说你有求到的问题都可以问我 所以他手是把我要牵起来 是他所谓的分身的手 对 把你牵起来 所以你当时在牵他的手的时候 你也感觉 子体的那个手 对 就像真人一样 就像真人一样 他的分身出现在你 眼界里面也是真人 你的手去握他的那个质感 也是真的手 这个是非常神奇的 对 那旁边还有没有别人 没有 那时候都没有 都没有 就只有我跟他 然后环境也没推掉 就冰箱间那边 不是 他住的环境是 一个空旷的地方 就是 连我自己的地方都解脱掉 我住的地方都解脱掉 因为我那时候 每天也不晓得怎么修行 就礼敬他 就泡茶 然后敬茶 那时候习惯也是比较晚睡 泡完茶要去睡觉 他出现了 所以这个 他的分身又出现 对 所以那个出现以后 经理很期待 能不能见到本尊 因为你见到他的分身 所以你想要见到他本人 或所谓的本尊 这样 对 所以 每个礼拜年 寻着去那个病江街 那个地方 后来 可以听到他的开示 宋奇迪本人的开示 对 也不是开示 他就讲 聊天 聊天 就谈听 谈本体 谈天说道 其实他在谈听过程当中 他就讲到本体种种现象 他会流露 他会变化 他会变化 那时候我还不敢战役 因为你算是刚入门 我不晓得我的 看到的是什么东西 但是听到很多同道在 在于天眼境界 跟我的体会不一样 所以我也不敢讲 对 所以你刚刚也入道不久 所以也不敢确定你的体会 是跟其他的同道之间的差别 我到底那是妄想 对 一般有时候按照现在的心理学就说 对 你这个人有看到这些异象都是你的 讲报间有些还认为是精神分裂 对 就我们人有 他这样心理学讲说 第二人格第三人格 你的另外一个人格出来的就是 你的人格分裂出来 叫精神分裂 这样子 有 我也看过相关的电影 那时候我们一般都还没有本体观 所以宋奇迪来的时候 他都说聊天 他不愿意上到讲台上 他跟我们聊天 聊本体 十年建立一个本体观 后来他才上台开示 他以前都讲聊天 我看了你的论文里面的那个文献 就是 他更早是在什么 茶艺馆 那个你有经历吗 那个茶艺馆 所以你可以稍微讲一讲 他最开始是在茶艺馆 对啊 本身是 他就是游戏生 茶艺馆就是说 他就泡茶 四处去嘛 到处去 没有说一定 局限在哪里 他习惯在哪里喝茶 或去那边 他跟我说 他有 手稿里面有提到 是因为 因为有认识茶艺馆的人 有帮他 讲了些什么 建议他怎么样 有应验了 也保住了一个生命 他那个人的生命 后来一传十十传百 就很多人等着那天时间来 听他讲 就在茶艺馆 他有到茶艺馆泡茶的时候 后来很多个茶艺馆 我们几乎中午快到 就会有人在那边各处去等 等到这边的 没有去那边 这边的人就赶快跑过来 就喜欢听他讲 他就是很幽默 又很轻松 很关心我们 讲每个人的本体 他那时候 在茶艺馆的阶段 主要是讲本体 本体观 也有啊 游戏神通 都当场的 就是他讲他自己的一个 他都说 我没有包装的 我的言语没有经过包装 但是都是真的 听不下去 先包起来 以后你就知道 中午你是茶艺馆的阶段 你没有经历 你是 但是 街头到宋基利 已经是宋基利 有显向协会 你才 成立的 成立的 差不多那个阶段 你进来 延期刚才你讲 后来就进到更深入的 就是说有那个信心 可以走到现在 这个等一下来 这个故事是什么 其实 在我们语言里面 常常就知道说 见好不是好 见坏不是坏 对 宋基利事件的时候 在我的认知里面 我所见到的宋基利 跟新闻媒体所报道的不一样 因为我相信我自己 因为你是当事 你是等于是 切实在 反正你已经相信了 你已经 那时候算慧眼 算慧眼 慧眼 那时候有开放 你以这样的一个慧眼 然后你自己也有一个 就是在还没有见到宋基利 本人之前 或所谓见到他本尊之前 你已经有见过他的分身 这样的一个 以我们宗教学 或神秘形象 这也算是一种神秘经验 对 因为你看到的东西 不是我们的三度空间的东西 因为三度空间就是我们肉身的 你看到的是另外一个 以神秘形象的 是另外一度空间的宋基 因为宋基利 他本人不是在那里 你看到的是他所谓的分身在那里 所以显然他那个分身是在 三度空间之外的一度空间 所以这个就让你很相信这样 对 所以我相信有分身 然后他没有特别去讲什么理论 后来才知道 跟他聊天为什么会很快乐 他随时在放光 给所有参与者射受 然后射受到他会有境界 他就出来沾一 这个是后来他在讲实相的时候 他才把正确的观念讲出来 你的本体为什么突然间 会看到异象 会看到那些之前没有的经历 是因为射受到光 因为他本身射受到光 他有不可思议的境界 他没办法用语言直接去讲 他直接放光 把他的经历 移到每一个人身上 每一个人都可以去体会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本体 所以整个事件给我知道就是说 事实跟媒体讲的不一样是 我也见过 我小孩子就说 爸爸我们很有钱 听说见本尊一次要一千万 我们五个人一次要五千万 那我们见那么多次 我们家是不是很有钱 媒体报导说 见送基地本身要一千万 你小孩子看到媒体的报导是吧 对 所以那个小孩子他就说 爸爸我们家很有钱 我说没有啊 你看到我拿钱 寄给本尊吗 他说没有 我说那媒体就是他们讲他们的 其实实际的一面不是这样 所以到后来大日中成立的时候 就开始讲十项 我们从一项两项 开始很慈悲的在带动我们 从日常生活上的所观察的东西 然后去体悟 有些人很快 有些人很慢 就像我就比较慢了 我比较慢 但是我就看到一个苹果 然后就很喜悦的 就看到苹果 就看到那个所谓一般人讲 镜像里面的苹果 对 那本尊他那时候比较有机会 他就问你说 你现在怎么样 我就说我看到苹果 他就说继续看 看到三个月的时候 苹果会发光 然后看到六个月 这个苹果是没有死角的苹果 是整个角度 你都可以看得清楚 一般我们如果说 以我们的眼睛实际的话 我们只会看到你四节可以看到 对 后面那个看不到 十方 以前你那个不是你的所谓肉眼看到的 对 刚开始你一定会想说是肉眼去看 但是那个心之眼它所呈现的 到某一个时间点是比肉眼看的 还清楚还亮丽 那时候你就肯定就说我看到了 刚开始你所看的一个面 你会想说到底是眼睛看的 还是哪边看的 找不出方向 但是等到我看到 真正自己认定十项的苹果 就像 这边都看得清楚 这边都看得清楚 然后你想它 想吃它 它自然就切成八半 就是你动一个那种想吃它 你看到那个苹果就会 好像就切 就切好给你 对 对 这个 这个 你就莫名其妙好像有一个手 就拿到你的嘴巴 所以那个 像嫩言经讲的 听闻长处 那种接受 直接体会到了 然后我们结会的性质就是说 把它本体所流露的 分享出来给同道 分享 当时在三重 我就想说我没什么好战役 但是我看到那个苹果我认为是最珍贵的 我就出去战役那个苹果 那个是你第一次所谓的战役 对 真正战役我的实相体会 那个苹果我在战役的时候 它随着我的语言 花光 然后呈现 然后我想说结束了 它开始变化 变成一棵苹果树 好几百棵的苹果 每一个苹果都粒粒在目 都清清楚楚 没有死角 然后这苹果树 就到它的树干 树根 底下小花小草 呈现 从一棵苹果树 然后开始延伸出 这个苹果的那些 对 就是 僵硬的那些花草 对 它就呈现了 就很自然的就呈现 一步一步呈现 然后等我看清楚的时候 就变成两棵三棵四棵五棵六棵 然后速度越来越快就是满山满谷遍野 全部苹果树 每一棵苹果树的树叶 苹果 你都看得很清楚 然后再来就是 艾艾白血的山 背景出现 蓝天白影出现 在苹果圆的背后有那个山 对 很遥远的地方 就全部呈现 然后蓝天白影很漂亮的 你不曾看过的 整个出现 然后河流出现 那河流的水干净清澈 然后你那个结束是 从你一个苹果到那个 就是在我战役短短的十分钟里面 就不可思议 而且把现场全部推掉 就是当下那个境界 你自己在战役的同时 你那个所谓的镜像也同时 你在苹果圆中了 后来有机会 回省过来 还跟本尊战役 本尊说 你早就有六项了 我说我早怎么会有六项 就说你能摸到实体的分身 其实就记住六项了 有触感 对 看到了 但是我们 你去把它否定的时候 没有去往这条 一直探讨下去 就会隔很长的时间 它在呈现 然后它在呈现 再进一步 这样 所以在本尊的思想里面 它讲说每一个人有本体 每一个人的心理 都可以向释迦火创造极乐世界 那个极乐世界是属于每一个人个人的 而不是去分享的 后来从这个境界开始体会 就是说 这苹果圆你可以把它变成大花圆 把山树全部组合 把极乐世界也搬在里面 变成某个部分 你能随心手意的时候 到最后 所有人的战役 它的景象 你可以把它变成部分 在你的世界里面 就像装置艺术也一样 你可以把它搬来 对 装置艺术 对 所以你才会了解 哇 宇宙在五星 五星是宇宙 那些古人讲的话 万法为心 万法为事 不是口头上 是实际 你去证悟到 每一个人真的有本体 用这个角度去带动家人 带动听的经济的 他们都会同享那个境界 你自己有吗 你自己有 刚刚他讲的第一次的 十项的企业 因为我想说 每个人都会 那张顾问是苹果园 我跟他一样 历历在目那种 是分身带着我遨游 遨游宇宙 我说你第一次的那个 对 也是历历在目 应该是遨游地球 那个宇宙是你另外一次 第一次 历历在目是 我这样子速度很快的绕一圈 回到滨江街协会 要下来的刹那 连门口那个磁砖 一块一块清清楚楚 四节 那个是四节 四节的 他给我感觉四节的历历在目 还有那个速度感 所以速度感是指什么意思 凹游地球一下就回来了 而且一来就进入协会的门口 发言到室内那个 那个是瞬间去 又清清楚楚 你的速度就是这么快 哦 对对对 那个感觉 除了自己亲身经验 我这样描述 没有说你当着 所谓的出离 你的肉身是在什么样的状态 你要说是躺在床上呢 我清醒状态 清醒状态 早上起来清醒状态 不是早上起来 我那个时候是 我是比庄顾问早接触 我79年那个接触 到80年就是我们一群自主协会 来好好的探讨这么珍贵的道 所以滨江街协会成立那个时候 可是触动我的 就是这些很多的镜像的享受 我以后去做志工 去打扫清洁 可是那种自然的清净心 少出清净心 所以我经常是坐在那边静下来的 他带着我遨游啊 我不是在睡梦中睡沉的 不是清清楚楚的 摔一下就回来了 清清楚楚 那我刚刚想说 我平常走入协会 协会大门的磁砖我也没这么注意 他是这样子立立给你算几块进去 刹那你就清楚的就进去里面了 这样子那种感觉 很难忘 很难忘 对对对对 不会忘记 这种美丽的享受是不会忘记 当然我们现在探讨一个什么主题的话 或者是宗教哲学 或者是后来跟宗教哲学更深入的 所谓的神秘主义 或是神秘学里面 就是说 除非就是说他有神秘经验的人 他没有接受过任何的知识的 没有高中毕业 或者是读过大专念校毕业的人 会有求到的人 多多少少都会读过一些经典 我不晓得专顾问你本身 在进入到宋西历的大志中 你有没有先读经典的 那些认知可以相应的东西 就是说有一些经典的认知的东西 可以做走证 所谓你的实证的经验这样 你个人在这一方面有没有 有几点可以分享的就是 当时的那个词迹 词迹 他发现很多那个录音带 圣言法师的录音带 他奖金抽法的什么 他们制作的就是 他的信众 他们信众做的录音带 在讲说他接触了他那个团体 然后整个生活的转变 心理的转变 我有看过一些类似相关的 然后有听惠立法师 惠立法师 是台湾蛮著名的一个 讲经说法的法师 那时候还没有讲经说法 其实在讲的就是生活的部分 生活的部分 他很幽默在讲他的人生过程 就是说他为什么参加佛血宴 然后到最后他在出家的过程里面的挣扎 然后真正讲的经典就是 道家的性命双修 性命双修 道家的性命双修 一般道家修行都是性命双修 就是在静坐 其实那时候静坐有一些 所以你本身有拜师父吗 有拜道家的师父吗 没有 就是你自己看书自己去 有计划 有计划去找这一方面的师父 来真正学性命双修的静坐的功法 对 也静坐了 在静坐过程当中 我只有看到一颗亮珠 像米粒大的亮珠 它会跟着你的思想旋转 好 一般我们讲的静坐 你一直在闭幕的时候静坐 对 然后是在你闭幕静坐的时候 你有看到一个像米粒大的亮点的制度 对 在你静坐闭着眼睛的 这边在保护 随着你的思想会转 会转 你当时在静坐的时候 你是怎么会出现这个东西 还是你觉得这个是一个 因为一般 这个虽然不是很大的神秘体验 这个也算是一个神秘体验 一般人静坐不一定会出现什么光点 对 或者是出现 但是我很认真的在这一番 他那个书里面 他没有讲这个 没有讲这个 我就想说 这个可能是 什么意思也不知道 也没有特别注意 其实到后来 你看到苹果圆 看到那个 然后 经过本尊他说 你现在六项 算盐满了 你以前看过什么 我才把那颗珠 跟本尊讲出来 从当时你想要修道教的 性命双修 你自己禅坐 你没有说有一个老师知道 你自己就说 大概看了书 因为一般书里面有个告诉你 你要打坐的时候 闭目养神 胸部要挺直 盘腿 比关心 你两个嘴也是盘腿 所以按照一般 基本的道教修行 打坐的姿势这样做 你大概坐多久 我说你从 我说你上次看到那个 亮点的时候 你坐了多久以后 那个亮点才出现 其实它很快就出现 没有多久 那个亮点就出现 但是那个亮点后来 谁想谁有 不用常做 不用打坐 就是说你有那个实相的时候 那个亮点也常出现 就是说你想到你就出现 你说你这个亮点后来不用打坐会出现 是你入了本尊道以后呢 还是就是说你第一次有亮点 要打坐的时候亮点才会出现 后来你纵使没有打坐 你只要一想到那亮点 那亮点就会出现 是不是也后面你的那个 对后来 后面你就不用打坐 它那亮点就会出现 你只要想到那亮点就会出现 然后这个亮点以前是不注意它 但是我那个苹果眼出现 那三颗大地出现以后 这个亮点还是亮点 有一次接触到本尊 然后本尊说你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我就把我那时候 研系到那时候那个亮点占一出来 然后本尊说那个就是你的知性 就是你的本体 怎么我的知性 我的本体那么小 然后本尊就说变大 所以就变成眼光 他当时就是你讲的那个亮点 本尊他用口眼就是 对 就让它放大 对 他就放大 对 他就是说 他就变成眼光 所以眼光就是后来你们大人中的大字 对就每一个人本性 颜色是银白色的吗 那个银白色的那个 你看到的 我说你当时看到 刚开始是银白色 到最后随你的心念变金黄色 你变蓝色变粉红色变蓝色变紫色 变任何颜色都可以变 你第一次看到的是所谓银白色 银白色 就有一点我们看到那个满叶 是不是 马上满叶的叶量这样子 对 刚开始看了 是一个像图像一样 是定住的 其实它也不是定住 就好像就是弦在那里 对 它可以随你思想 可以摆动 可以那个 就跟我那个亮点一样 但是范围更大 好 这样范围更大 但是后来看到 那个颜光 它不是一片的 它是一个体 一个体 我知道像研究体这样 它一个研究体 对 然后随着你的意念你去触碰它 它像水 像果冻 像硬的 你当时有去触碰那个颜体 对 因为它出现在你很近 你手可以碰到它 你随时可以碰到它 就是说 你把它变成像水晶球 那个硬度 它就硬硬了这样 像现在它就是这样硬 变成果冻一样的 它变成果冻 是因为你有发出意念 要让它变成果冻 然后像水一样 但是它 像水球一样 对 所以你会去体会到就是说 这个怎么去跟别人讲 这种经历 所以唯有那时候只有几个同道 你可以分享 可以把这个讲出来 就是说 我们思想真的 就像佛经讲的 它能变化 一切都是你的心所造成的 从一到多 又归一 以前看 后来看了佛经 早期不懂 后来知道 它在讲的意思 就回到每一个人本心 它可以变化万有 万有又回到你的心里面 你可以收放自己 到最后 你的法身 可以遨游 就像 春夜讲的就是说 瞬间去遨游整个 你所理由过的地方 它一下子 清清楚楚 就重游一遍 你可以在每一个点 都去游历 所以这个 新的展现 真的是 佛经常讲说 滑喜充满 刚开始是 好像我感觉很喜悦 到最后 你自己可以跟你自己的宇宙结合的时候 像 现在量子物理学讲的 这个宇宙是人类宇宙 是精神宇宙 是你的宇宙 你可以真的跟他相应到 那个就是你自己的 别人没办法夺走 还是要回复到 自己体振到你 会享乐在其中 知道说 这人的生命很有意义 这个肉身 它只是短暂存有 到有一天这个肉身禁了 我们就是 自己的法界已经 建过好了 你只是 这个意识投射过去 随着你的法身 然后去拥有你自己 无限 你刚才讲 所谓性命双修 你接触到那个 道教的性命双修 然后你看到那个亮点 后来你说你本来有那个意义 要去找道教的师傅 对 后来你有去找吗 还是 没有 不是在参考 后来 你有看一些道教的书籍吗 比方说 道德经 庄子的 那个有 庄子一般 在他们修道的人叫南华真经 那个都有 但是那时候看其实都不懂 后来就信义本尊以后 那些东西是到 后来自己有一些实际体验的时候 再去看那些庄子老子 你突然间就了解 他在讲的是什么东西 比如庄子里面那个齐乌论 他讲秋毫大于泰山 秋毫大泰山 对 在我们的人生经验里面就说 这不可能的事 对 秋毫怎么可以泰泰山 在石像里面他就可以转换 对 然后你去看维莫结晶 你会感觉很有气 对 你可以去体会里面的境界 对 对 像我看那个楞严金 他讲说 坐一毫毛 坐在一个毫毛里面 转大法轮 坐在一个毫毛里面 毫毛就是那个 动物的那个毫毛 那么细 他可以坐在那上面 然后讲 转大法轮这样子 对 我以前都认为这时候是有象征 象征 象征 现在来到这边 答案就出来了 庄公文这样讲就是 那个实证界慢慢的 因为我们觉得 我们在宗教界的 特别是以宗教哲学 或者是我们研究的东西 我们就是 因为古代的像佛祖留下来的经典也好 或是像老子庄子 留下来的经典 或者是基督教留下来的经典 他这个经典 既然可以流传两千多年 一定是经过不少的人 验证 或者就会被淘汰掉了 你知道 他留下来一定有 他里面的宝藏在那边 只是说那宝藏 现在只是用一个文字记载 可是这个文字记载呢 因为我们宗教哲学 或者说我自己后来 也有研究神秘主义 或者是神秘学的这样的一个 阅读大量的资料 再加上我自己也不是单纯的 只是想去阅读那些资料 我有机业 我有实际去参与 又是去 一般人讲 就是拜师仿道 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机业 所以也有 就是类似的这种 只是听 不只是阅读 因为我之所以到今天 我还会研究神秘学 或宗教哲学 就说 如果是只是研究 那我只是做一个协助报告 我之前就说 我自己清真去体悟的时候 都有那些 我发现的神秘经验 就确实有神秘经验的体验 所以我在读神秘学的东西 我才有这样的一个 可以认同的东西 我看你的论文 他说你也有 是 你大概是 每个人应该都有这种触动 你才会往这条路来走 我当初是大概40岁左右 我就会觉得说 我人生好像一下子就把40岁 40个年头搞掉了 糊里糊涂 没想清楚就已经过了40 多么可惜 我都认为了 我还有几个40岁 所以我想说 我要找到一个 找到一个师傅 我来跟着他 我愿意跟着师傅 我到处去找 寺庙 教堂 或者清真寺 不同的教的 或者公庙 我都去 那最让我折服的就是一个 不是支的欧巴桑 他的喜业 现在讲喜业 我就觉得他不是支 但是他给我看到那种我要 我怎么笑不出来 我心里没什么事 但是笑 看他这么开怀 你在一个什么情况之下 碰到这样的一个 我去寺庙找的时候 他刚好在整理东西 就是帮寺庙打扫 等于就类似义工的这样 对 寺庙有一个欧巴桑的义工 我说你为什么这么开心 他说我来到这边 佛祖怎么样 他那时候刚好要打 梁黄宝燦 梁黄宝燦 我就问他 我要怎么样进入 像你这么开心 这样 他就说 那你这个书拿回去读啊 我很认真读 我大声念 细细的读 一遍一遍看 书还是书 你是读梁黄宝燦吗 对 他可以看梁黄宝燦 我真的很乖的回去读 我一直很想说 我下一个四十年 我要清清楚楚的过 我要知道我在做什么 不要浪费 浪费前面四十年 好像一晃就过 对对 我突然是这么觉得 所以到处去找寺庙 要找什么 这样 那个欧巴桑 我就 一个礼拜以后 我回去找他 欧巴桑 为什么我 书还是书 我还是我 我很认真读 我很大声念 为什么 你说 你又继续彈 我说不可能 我继续彈 拿我就疼了 找不到 也有人 很多小册子 那个印扇书 扇书 不叫我读 台湾很多寺庙都会放一些 扇本书 有一个人拿给我说 那你念这个 观音大士奏 有 念一遍画一个圆圈 对 画了多少圆圈以后 你就可以烧掉 你的愿可以怎么样 我一天还没有完 就念了几个 我喉咙痛了 我大概不适合吧 我怎么办 那时候 你看我家住一楼 那个教会的人 教会的人也来传 每次就叫我到教会去 基督教的教会 我后来比较说 佛教好像比较深奥 很难懂 可是好像很有道理 我就想说 我往这方面找好了 那也不得其门的路 我就觉得说 那我跪下来求好了 要念 怎么念 不可能一下 偶尔就痛了 撒哑了 我就 我孩子睡着了 突然就会想到这个事情 以前太忙了 忙孩子 就没时间睡觉 一下就日子就放过了 现在孩子很早 他睡着不用我打理他的 孩子睡着 我就求 我在床铺上跪下来求 观世音菩萨 如果我有你的缘的话 请你引我入门 我不敢说你要救我 你要帮助我 我没有 我说 请你引我入门 这样子 就 真的 观世音菩萨现前 穿白衣 你所谓观世音菩萨 这是你看过的 那个图像的观世音菩萨 就是一般 是啊 就是我念的那本咒 前面的封面 它是一个图片 还是有像人一样的 像人一样 像人一样 就是他骑青龙 不是一个照片 就在我的前面 长袍发这样披的 然后白纱的衣服 虚空那种 联系两个晚上的出现 没有 他出现的时候是一个 就不动 像一个立体的雕像这样的 还是就是说 就在我的前面 说你看他的观世音菩萨 他没讲话 但是的脸 我很清楚看到他 你认为他眼睛有延伸 我看到他 我就说 我看到的观世音菩萨 是很庄严 有点微微笑 但是 这个观世音菩萨 我觉得 有点忧愁 还是什么 我就说 是我哪里做不对 我得罪你是不是 我那时候这么想 观世音菩萨 如果是我哪里不对 就一般 习俗这样子忏悔 不对的 请你修正我 请你引我入门 这样子 我是这样子 有两个脸 晚上他同样的出现 他有给你类似 他就看着我 他看着我 眼神是看着我 脸是 我后来回想 脸就是像我的脸 肥肥的 胖胖的 后来遇到本尊了 我才知道 那就是自己的本体显现 我在念 对 我念那个 他出现这个 我求他 我真的求 我想说 我不要浪费另外一个 四十年又胡理不妥 所以 后来 不是有看股票吗 看那个 晚报会来 就看到了 宋七里的 那个 讯息 我 当初是没看 我就说 现在又一个新的法门出来了 是不是人家说 大日如来要买什么 挂在这 又有新的出来 是不是这样 可是 我空下来一看 这个东西我要的啊 所以我找 对 就是这个音乐 我找到 真的说 你求耶 就会出现了 我要真正找一个老师 我很幸福的老师傅 引我走这个道的 大道之门 我一直认为说 信仰和生命 是两件事情 我对生命的态度是很严肃的 我认为我要很严肃的 谈这件事情 以前是这样子 我要 放在我的生活中也好 第一位 我那时候是告诉自己这样子 对 所以也不限 不断不断不断的 出现很多的引导我往前走的 透过我的孩子 透过我生活中 所以我们无知 真好 赶快去告诉人家 我要度众生 真丢脸 我刷牙 起床也很有活力的 我要度众生 我要告诉众生 结果 刷牙是手在刷 但是我的头是 是我的头在刷 我这样子 头一直 把我弄在这个脖子好痛 讲 不是啊 你自己都不懂你要怎么度 我现在 那时候知道 后来说 不对喔 对不起 他就好了 是这样子 透过这样子 教我认识本体 跟本体的交往 我是这样一系列过程 很非常的生活化 很幽默 让我常常哈哈大笑 在这个体会中 对 对 那中国你自己就是认为 你 就是 修道 就是从 还没有进入到 所谓 大日宗 或者是 跟宋基利 写本尊道 现在你生活里面 有没有一些什么东西可以分享 就是说 你学了这样的一个道 然后呢 对你的生活 或者是 处世待人 或者是 心境上 我想说 一般人都有所谓的烦恼 所以佛经有一个 所谓的 logo 烦恼即菩提 我们人之所以会有苦 就是因为你有烦恼 没有烦恼的话呢 你就没有苦 烦恼即菩提 就是说 如何把烦恼的 转化成菩提 那个菩提 就会化解你的烦恼 我不晓得 你自己 在这样的 邪道的过程 你是怎么去 转变你的心境 我想在西方 神秘学教 Peace your mind 就是 使你的心灵 达到一种平静 你说那些镜像 或什么东西 那个是 如果说以 终极关怀的神秘学 那个东西都是附带的 对 他给你看到那些东西 对 看到那些镜像 所以这也为什么 佛陀 当时出来传法的时候 他有神通 可是他不太 会主动的视线神通 因为他来求法的人 不是为了 写那个心法 而是想要写神通 有些人如果他心术 稍微有一点偏 可能用这神通器 作为他一些魔 就变成术了 就变成法术了 法术你弄不好 就变成黑法术 我们看 有一部电影叫《魔戒三步琴》 你看有一个 白的力量 跟一个黑的力量 在斗法 类似于这样 比如说这个 你自己认为 除了这些 你自己刚才谈到的 那种类似于 实相 或宗教学的神秘经验以外 在你的日常生活 或是你自己的 心境上的转变 你可以是不是大概 分享一下 你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早期我们在想说 寻找道这条路 或是宗教这条路 以我的个性那时候认为 要把人安顿好 比如说 我之前想去找到家的老师 师傅 我们那时候就跟我太太讲说 我要去 但是我绝对把你生活安顿好以后我再去 所以很努力在工作上 那时候你已经结婚了是吧 对 早期要出家那个阶段是还没有 还没有结婚 后来你结婚了 然后你还是想 很强烈的求道行为 还是要走这条路 但是那时候自己的良知就认为 也会挣扎 你一定要把家庭安顿好 你不能说像 释迦佛那么朝野把他放在 因为他在皇宫 生活跟我们不一样 但是我们想法就是说 我把家庭的环境 基本的生活 没有问题以后 我再去走这条路 这样会安心一点 就像唐朝的六祖慧能 当时听到人家念金刚经 就一句话 因无所住的升级心 他就所谓当下有相依悟道 然后他就想问 他说你这个是什么地方 他说从那五祖那边 黄美的五祖那边 那边他在交 他说他想要去 可是他有一个老母 后来好像就是那个人 还帮助他 给他听说 有些讲三十两洋金 黄金有些人讲说 一百两黄金给他 他把他的母亲安顿好 他才花了一个月去求道 你当时也是类似这样 你这么说人不 家庭要照顾好 才可以 你家不能说偷气不管 所以那时候到本尊道 所了解的思想就是说 在生活中你可以协道 然后把这个想法想一想 就是说这个不是很适合我吗 你又想协道 又想照顾家庭 不用等到你把家庭完全安顿好 你就可以协了 所以我想说不抵触 就是本尊道 所以就进入以后才知道 人天大也满 你可以把人部的照顾好 也可以把天部照顾好 但是那时候只是初步的想法 然后不晓得怎么去做 那慢慢你 其实你的本体 它照明你是给你明了 这个人生的意义 那连做事业 你都会有一股心态 就是说就随顺自然 你既然跟你要做事 你绝对品质要最好 信用要最好 跟邪道一样 不能马虎 不能苟且 所以在做人的方面也很认真 还是该做的都做得很好 所以你的业务对象 对你会很信任 他自然他也慢慢成长 你跟着他成长 你反而更有时间去体会 这方面的 比如说后来我们讲到实相 要阅读很多的活经 去佐证的时候 你会用心的去看 然后从中又去体会到 这个经典早都讲过 为什么以前大师不讲 所以我们是倒过来 你有实相经验 再去看活经 你会觉得很有气 用经典去印证你自己的那个 实证的体验 对 所以你看到像庄子 他说万事之后 而亦亦大胜 但目亦之 你会知道 这个话在跟我们讲 有一天你本体显花 你就知道庄子在讲什么 他的每一篇你去看 你就知道说 他主题都不变 都在讲我们的本体现象 一个在讲人世间 一个在讲本体 一个在讲相对 一个在讲结对 最后会去明了 像释迦牟你在《心经》里面所表达的 你观到自己存在的时候 观自在的时候 就看到你自己的法身 你就不需要四圣地 不需要修十二阴眼 不需要修六波罗蜜 你接触到你的本体的时候 是以本体为主了 而不是在修了 你就超越了那些 修是在一个过程 是要找到本体 要去体证本体 但是你的本体如果已经体现出来 而且你可以实际跟他接触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 你已经到达彼岸 避起契法登岸 不要再背着主法去走路 所以你在很多体悟当中 从很多以前的先圣先贤 他们的过程当中 你好像跟他融入了 知道说他们讲的是什么话 你应该怎么去做 那你的生活自然就很单纯 你的生活单纯 你可以在经典当中去享受 可以在实相当中去享受 你的生活其实你的要求不多 它自然就是很单纯的 所以你说烦恼痛苦 这些东西都是在人的欲求 对 我们会碰到在生活里面或是做事 都会碰到一些挫折或是 一些所谓的对立冲突这些东西 这就是造成烦恼的一个来源 对 所以你的生活越单纯 那些东西自然就不会产生 你会去随顺 你会去随顺誓言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你也不会乱花钱 你也不会要去争名夺利 所以你没有竞争对手 所以你自然就很单纯 小孩子你自然有一套看法 他是成年人 他自己有他的想法 你绝对不要去干涉他 所以我们提悟到一件事就是说 人世间只有三种事 一个是自己的事 一个是别人的事 一个是老天的事 所以自己的事一定把它管好 别人的事少管 因为你管的也没用 老天的事你管不着 所以你的生活自然就很单纯 把自己管好 回到金刚镜匠 你没有偶像的时候 其实就没有人像 众生像 素质像 素质像 所以你就是如来 如来是由你自己要不要去做 你要不要去牵扯这些外在的事 而不是说外在的事它不会发生 它发生的时候 你用什么心态去处理去面对 你的心就像广乘子跟皇帝讲的 所其一 所其合 达到你真正内在的和谐 你就天天在洗业当中 那那个洗 真的也不是洗行李社 但是你自己 在一种平 就是 心灵上的一种平和 你自己 稳定 只有你自己知道 就是说 不受外物影响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 你没有落入那个陷阱 外面有很多陷阱 来看到人的部分 尤其 前几的时候 人在攻击人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说 他有他的立场 他有他的失意 所以他绝对是相对 你如果能超越来看 人世间本来不是 你就比较不会介入到 他们的对立的冲突里面 这比较是超然的 因为你有学到的 这样的一种心灵的平静 你就可以超然的去看待这些 所以在 表象的冲突 在实相经验里面 就像罗春叶他讲的 你瞬间在地球赚了一千 在西空看这个地球 人就像蚂蚁一样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没什么好真的 你真的也不一定可以真的到 只是在那边白号力气 这样就可以比较有一种超然的心 所以你的角度不一样 所以我们在讲说 你必须要有一个目睹者 有一个真正的观察者 来观察你这边 而不是以这个人为观察者 然后去看世界 你的角度就不一样 就像我们在高山 看城市 或是到飞机上 或是在夜球上 看这个地球 那个视野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西空看这边 其实它都是平和的 不为手动 但是你在当下 你会碰到塞车 你会碰到跟你揍身习气 习惯不一样的人 你可能会受影响 情绪上有受影响 那个影响 你会很快速地 转化 拉回来 你用什么角度来看 所以人世间本来如是 但是明了 跟不明了是自己在决定 就是说 选择你用什么角度来看世界 对 刚刚庄公文讲到那个本体观 我在看你的论文的时候 我是觉得 你说早期送记率 将近有十几年在讲本体观 后面的带动 所谓的六项是后来 显然这个本体观 应该是属于送记率思想 一个很重要 那这本体观 你是不是可以 比较简单的 送记率 竟然可以十几年在讲本体观 显然这个本体观是它的一个 至少是早期的一个 一直到现在来 对 现在还是讲 对 又讲到一个心外无法 其实 各宗教各个派别来讲 或者是 我们读中西哲学的 都讲一个心字 都是讲这个本体 甚至我们孔子那些都讲本体 本体本心 名词不同 就讲了一个东西 宋记率点出了 所有中西古今中外 大家都是 这么努力的费尽心思 就是再找这个东西 停留在知识论里面 而没有究竟 不是究竟 宋记率是直指 直接告诉我们 他没有包装 告诉我们有个本心 不是向外 所以本体本心 一样一个东西 或所谓的 参加讲自信 自信 真理 都一样 或者是上帝 都一样 不同的名词讲法 都是讲一个 我们都林长类 都是同一个结构 因为地区环境不同 而有不同的名称 所以 老师不是说 21世纪 打破这些翻译 对 宋记思想 红整各宗教各门派 让大家找到新 所以老师 保民作就要实现了 那个本体 就是 比较没有 就是 东西方哲学都可以共同接受的 因为自信的话 比较以前 是禅宗在讲自信 国家讲自信 宋记思想 宋记思想 强调就是找本心 适合每一个人 向导的人 不是说我们就独特 跟别人不同 所以宋记说 没有教规 没有仪式 这些 找到内心 跟着内心走 是这样子 跟他统一 跟他合一 所谓的天人合一 大光体来了 放光以后才有三位体 释迦佛这么伟大的成就 否则都没有啊 哎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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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贵 这也没有贵 你贵啊 哎哎哎 哎哎 哦 趕本尊 哎哎 請本尊父位 哦 父位 父位奏下 感恩本尊 可以 依据《华言经》 普贤行运品 称赞如来 提出赞誉如下 今天赞誉的主题 本尊道之殊胜 我是新晋学员 对于本尊道之教义很陌生 偶然的机会在国家图书馆看到 罗副会长在福大宗教研究所的论文 这篇用22万字深入探讨本尊思想的论文 由于架架严谨 文笔倦勇 深深吸引我再三研读 我从中体会到本尊思想的殊胜 利用今天这个机会 提出来赞誉 我所赞誉的内容分作三项 第一项 宇宙光明体的光体 光生 本尊是三位一体 本尊是放光者 人的灵魂只要射受到宇宙光明体之放光照明 就可点燃法性显发法身 恢复本来面目 这是本尊独自创获的独门绝活 正是本尊到最殊胜之处 在于的第二项 本尊本心观所讲的每个人 小宇宙的本心思想 承袭制西洋哲学思想 与中国哲学思想 其中中国哲学思想部分 包括老庄本体思想 儒家道统新传思想 以及中国儒学大圣佛学思想 第三项的战域 本尊之开示一言九鼎 每一项都应验 首先做第一项战域的说明 本尊思想最殊胜之处 就是宇宙光明体与本体 这是本尊思想中最核心的主题 西元2000年台大哲学系教授 杨慧南在中央研究院 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中 发表论文 文中提到 慈恩法师告诉杨慧南 宋七力就是本尊 就是光就是大日 就是宇宙光明体 他是放光者 1993年出版的光经也说 光体光生宋七力代表三位一体 原来宇宙光明体是大宇宙的主体 宇宙光明体是人类生命的总源头 小宇宙每一个人的本体 是由大宇宙的宇宙光明体所生 宇宙光明体不虚空片法界 穿梭流行于宇宙天地间 超越时间跟空间的限制 既是无相也无不相 而人的本体 则漂浮于宇宙空间 经过累劫生生死死 死死生生 转移换位 而人内在生命的本体 与宇宙光明体原为一体 只因为人的无名导致分离 所以本尊道强调 人的灵魂只要射受到宇宙光明体之放光照明 就可点燃法性显发法身 恢复本来面目 生死相见如来 这种顿见真如本性的正宴功夫 就是本尊道最殊胜之处 可见本尊思想之殊胜 就是没有构筑庞大尖身 而又深色难懂的形上理论 只是一种既简单又直接的捏盘的实证的体验 从哲学的观点来说 就是一种功夫哲学的诠释进入 他主要的特点就是从功夫正宴的观点来谈 形上实相理论 以及理论是往正宴实相的功夫里面讲 功夫是从正宴捏盘境界上来说 而生死相见如来 则是本体显发政务当中来谈 也就是说本尊所开示的理论 都是直接震入第一议体的功夫 而不是在性解形的过程当中都圈子 而直接震入捏盘实相的最高境界 可以说就是一个道地的畅演实相意的功夫理论 从这个功夫理论当中 我们发现光明体的光能 凝聚而化身成人类的形象 并以本尊的形象作为光体的形象 依类现行而放光照明 这是本尊道 独见而创获最殊胜的独门功夫 珍珠古今东西方人文思想 坎为出于其类拔乎其翠 自有生命以来 未有争于此也 本尊能于五拙二世 为诸众生说是一切世间男性之法 实为甚难稀有之事 因此我们何其有幸 就在今生遇到本尊 这是百千万劫难遭遇 此生不像今生度 更待何生度此生 以上是第一项的战域 接下来做第二项的战域的说明 本尊所讲的每一个人 小宇宙的本体思想 其中承习至西洋哲学本经思想 以及中国佛学大圣佛学思想 老子跟庄子的道家哲学思想 这三部分在本尊道的第一集至九十单集当中 本尊已经开示的非常的充分 所以今天基于时间的关系 我就不再赘述 但是我今天就针对 中国哲学思想部分 继承儒家道统心传的本心思想部分 提出简单二妖的战域 道统心传是出于闷子 宋朝初期在中庸章句的序言说 认为古代道统的传承 从姚舜礼汤文武周公 孔子至孟子而中段 他们所传的核心诗讲都在讲道心 也就是本尊所开示的本体和本心 以下我引用十四本书来做印证 第一本书古文上书 人心为为道心为为 为经为一允诀其中 这十六个字就是在讲道心和本心 也就是刚刚本尊所开示的本心 那么第二本书讲论语 论语里面有道字出现八十九次 德字出现四十字 仁字出现一百八十九次 像无道义以贯之 遭闻道细史可疑 还有内具的仁德 仁者安仁 仁者不忧等等 都是在讲本体的思想 第三本讲孟子 孟子将孔子所言的人 摄入本心彰显人心 说仁义理智耕于心 万物皆备于我 尽其心知其性 知其性则知天 学问之道无他求其仿心而以依 这正是道地的本心思想 第四本荀子 荀子的解壁边 人何以知道曰心 心何以知曰虚一而静 为之大清明 心者行之君也 而神明之主也 这大清明而神明之主的心 正是本心 第五本引用中庸 中庸说天命之畏性 率性之畏道 天命就是本体 天所赋予人的本心 叫做性 率性就是讲道心 也就是讲本心 第六本讲大学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所谓大学之道就是大人之学 所谓大人 王阳明说 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能与宇宙万物合一 就是大人 也就是庄子所说的 智人真人神人 所谓明德就是一个清静的本心 光硕硕圆陀陀的清静本心 第七本引用异传 异传是一本演德的书 所谓演德就是展演道能大用之德 以通神明之德 十亿的每一篇啊 都在讲德 细词上讲圣德 文言讲君子 誓得元亨利争 相传讲君子以后得载物 说挂讲何遂于道德而理 于穷理尽兴于治于命 细词下讲父 得之本演 段传说 反复其道七日来父 父见天地之心 这父见天地之心 就是本尊所经常开示的 回归本心抱怨首一 就是父见天地之心 第八本用宋明理学家 张宰的张子全书 张子全书说 天道创生无尽 所以人要阔太虚何天心 何天心就是本心 第九本宋明理学家 成名道二成全书 他说圣人至公心 公心所以通乎天心 以天地何其德 以日月何其名 以事实何其序 以鬼神何其吉凶 公心就是本尊所讲的本心 第十本 宋明理学家 成乙川的乙川之语 称性之善畏之道 道与性合一 性之本畏之命 自有行来观之畏之心 故心即性性即理 故心乃道之所在 本心与道浑然一体 第十一本 宋明理学家 胡武峰讲的知言 他说有事道 有事明 聖人指明其体曰性 指明其用曰心 聖人传心 教天下以人 性天下之大本也 心也者知天地载万物 以成性 故能立天下之大本 天下大本之心 就是本尊所开示的本心 第十二本 宋明理学家 朱熹讲的 朱子与类 心有体用 未发之前 即所谓性 性是心之本体 以发之际乃心之用 故心以性 体用同源 体用一如 唯心无对 心观至灵 常往之来 虚灵就是心之本体 心之本体就是本心 第十三本 宋明理学家 陆向山的《向山全集》 说心无生无臭 无形无体 故曰唯唯 道塞宇宙 再人曰人意 人意者 人之本心也 天之所以 于我者 即此心也 人皆有事心 心皆有事理 所以说心即是理 宇宙便是无心 无心即是宇宙 这个就是本尊所讲的本心 第十四本 宋明理学家 王阳明的杨明全书 里面有说 道心者良知之未也 人者天地万物之心 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 心即天 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 心者身之主也 而心之虚灵明节 即所谓本然之良知也 良知是理之灵处 就即主宰处说便为之心 就即禀父处说便为之性 良知者心之本体 心之本体就是本尊所开示的本心 以上 我引用十四本书来印证 本尊的本心思想 却有所本 而且也肯定 本尊的本心思想 确实是中华道统的传承 以上是第二项的詹语 那么以下就第三项的詹语提出说明 本尊开示一眼九鼎 无不应验 例如本尊曾经向大众宣布 将签名在设立上 果然高维翰先生 在新疆疾命时 烧出有本尊签名的设立 再如本尊也宣布说 只要是本尊到的会员 将来往生时 本尊分身会接他们前往法界宫 同时一定烧出设立 而且至少两位亲人亲眼目睹 往生者的法身 迄今完全应验 由于本尊的开示 实在太不可思议 一言九鼎每一句话都应验 所以我不得不提出一点小小的请求 因为本尊在九十三集里面 曾经不止一次这样说 如果那小孩像陈彦甫那 或是不要自己的阿婆 那闲花反而特别快 如果那扑书 或是那做冠 都在十万 报告本尊我不小心 刚好两项条件都具足 我是文学博士 又是检任级公务员退休 所以我要特别 恳请本尊赦罪开恩 今天在现场的 有福大人明教授 石教授 也有屏东科技大学的好几位教授 都在现场 我想他们的心情跟我也一样 当然我们都有认知 知道显发要顺其自然 因为本尊的开示 实在是太殊胜 只要本尊一句话 胜过我们一辈子好守穷精 感恩本尊 以上在意 如果有错误及不周之处 上期本尊纠正 也请各位如来同道多多指教 感恩 谢谢 不敢不敢 你 不客气 你那么谦卑 又像一定有 你那么谦卑又像一定有 本身文学基础 又是文学博士 又有道心 那一定认识泰格尔 连文学的人都知道泰格尔 泰格尔就在研究实相 他就有实相 泰格尔和爱因斯坦的 1930年的机会 这个几次皆知的 是 这个我们以前都讲过 是 我们有西洋哲学的专家在这里 一个西洋哲学的博士 是 不管理论哲学就是要实践出来 是 哲学不是讲自我的实现 是 讲自我就是本心的意识 是 一般讲到我的话 只讲到第八意识而已 所以这个里面生存的意识 就现在量子力士也在研究的 全部在我们的里面 意识宇宙 宇宙就在我们意识 泰格尔的意识 我们想什么就在面前 是 所以这一次我们 很有福报的 就是因为 很多人天人合一 很多老子空子那些 都有这个成就 泰格尔我相信也是 阿因斯坦 他们都有这些体悟 他们没有遇到光体来 耶和华之光没有来 没有照到 没有相应到 这也是重点 宋气力放光 主题是这个 对 因为我们宗教学的立场 叫做我们看各大宗教 就是都会谈到光 对 就这个 基督教的所谓的圣经 上帝所谓创造世界 对 他第一个创造的是光 上帝说要有光 就要有光 是 或是我们说佛教 到了后期发展成净土宗以后的 阿弥陀经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基本上 就是无量光的意思 阿弥陀佛 无量光也是 也是光 对 那个终极的也是光 那 宋气力那么强调光 我不晓得说 川普问你 是不是可以对 宋气力这个光的一个 比方说 梁卫南 他当时研究宋气力 他说宋气力是光的追寻者 他说 罗伯卫南他在论文里面就反复 他说不是 是放光的 宋气力自己也说他是放光者 对 这个光 因为显然这个大日中 他竟然以大日中 大日中 他也是一个光 作为一个那么重要的象征力 川普你个人 对所谓光的这样子在大日中也好 或是宋气力本尊道里面 为什么他变成一个那么关键的东西 在我的理解里面 在我的理解里面 耶稣是碰到伯利恒之心 对 他出生的时候 但是现在科学家在去找 没有这一颗心 所以宋气力他讲说 这颗心就是大日 所以当时圣经 新耶里面讲 耶稣出生的时候有一个心出来 然后有三个博士 东方有三个博士 看到那个心然后追过来 后来他们的名字叫做耶和华 叫做光 后来叫做以洲光 然后释迦牟尼 他不是苦修六年没成 然后阅读明星 那个明星也是大日 也是大日 所以这个经典所细数的 大家不一定明了 对 宋气力他最早的讲法就是说 他小时候他就看到这个大日 这个大日 推到他还没有出生前 他的母亲碰到这个大日 上次那个 董事长也有 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关键 就是说他后来 为什么想他母亲的时候 这个大日呈现他母亲 所以这个大日就是 他从小相应 然后慢慢他 体会很多过程以后 然后他去看《佛经》 再介绍我们 怎么去认识 所有宗教其实在讲本心 对 然后上帝在我心里 活在心中 道在人心 然后佛教有种种不同的名相 讲真如自信 讲菩提心 讲二楼多楼三秒三菩提心 知道那个是本体 但是没有显化出来 或是显化出来 没有用本体 玩起看的时候 会流以好像生活的一个体验而已 他没有记性 所以在我们来讲就知道说 没有究竟 没有真的生实像建筑来 所以回到最主要本体思想 本性思想就是说 没有体正完整 其实都在过程 很多宗教都把这个过程当做目标 当做已经顶点 所以他没办法真正去带领人 每一个去体正他 所以在我们这边的现象就是说 你体正到完整的时候 你会很确信 你自己已经自物自得自证 你才能把你的经验去引导别人 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 这个其实是活经圣经 每一个在讲 每一个人心中有上帝 每一个人心中有活 活在人心 即生即我 这个名相都有了 都即变了 怎么把它呈现出来 就是说本体跟光体 这个光体跟本体的相应是一个关键点 那宋经历他是从小接触光体 他不晓得我们这边佛经 圣经种种的经典 在讲的就是在讲 这个光体 讲到没有体正到 没办法起作用 他体正到 所以用各种经典的学说 来引导我们 怎么去跟他相应 在他的开示里面 我们讲开示 其实他都讲我们聊天 在他的聊天里面 他很直接的就是说 我可以相应到 任何人都可以相应到 这个后来我们在大圣火经来看 就是华言经讲的 这个就是比鲁斯那火的三魅力 所谓比鲁斯那火就是大日 他放光 他就救赎到你 所以 怎么找到他救赎你 就是说你回归本心 知道你的本心 显现的种种现象 然后再超越这种种现象 回归到 知道这个现象是由你本体自信出的 而不是在这个现象当中打转 在这个现象当中打转 还没有达到究竟 他会被现象所转 所以到最后 你锁住你的本体 然后再去看现象 这个现象就是一个过程 而不是顶点 所以生实相见如来 实相最主要要体会到 真的本体呈现成如来 因为那个实相就是说 如果说宋记律是一个放光者 就是他放那个光让那个 他的相应以后 他的那个实相 就是因为他放的那个光被 显发出来是不是 你个人是怎么 相应到 你的论文也说 宋记律是放光者不是追 那他所谓放光者跟 就是一般 像宋记律邪道的人是追寻者 光的追寻者 应该是反过来讲 不是杨慧南讲的 宋记律自己是光的寻找者 那你个人的体验是怎么样 就是光 我觉得说 我想请老师来认识我们大陆中 或者介绍会长 介绍总部门给你认识 我也有就是说 我认为宋记律的内涵 不是人云亦云 对 因为你看 妙论有宗教学之父 对不对 他是基督律 他宣称自己是 基本教 就是那个 架杠基督徒 他到印度的时候 他就加入印度教 他要去研究奇纳教的 他就加入哪家 入那个道去深入了解那个道 他是基督徒 全程的基督徒 今天我就说 他这样子才可以 融入里面的才可以了解 真正这个教的教义 内涵 就这样俗语讲的 不入虎穴淹得虎子 这样子 所以我请老师来 因为老师学者 宗教学的学者专家 你有一定的体悟 你已经走遍了世界各地 各种宗教你都有涉略 有一定的体悟 所以请你来 走入大陆中之能 公平客观理性 基本态度有了 来了解 深度的了解大陆中的 宋气力思想的内涵 我刚刚讲的广度深度 精度 我的意义在这里 刚刚问的问题也是很好 老师讲的 就是放光者 为什么是宋气力 刚刚讲过了 宋气力从小就看到一颗太阳 他相应到那种 他不知道那是什么 老师跟着他 很温和 孤远又孤近 他的现象其实是如何说 在我的访谈手稿 他也讲了他的意象 他当初就是刚刚文文也讲 他从小母亲撞到那个太阳 这个太阳 这个以前讲过了 就是说宋气力 这个太阳跟着他 意象一类 真的很多 他讲 我说眼足的奇迹也讲过了 所以 他就找 他说他从 柏拉图 从圣经开始找到的答案 他以为大家跟他一样 什么只有他自己这样 跟别人不一样 他找答案是从西方科学开始 对 他说他 他没有找到真正的答案 到了39岁 三位一体的时候 知过去现在未来 一目了然的时候 跟他相依的大日 那个纳科太阳是 他眉心放光 成就 他那个时候三位一体的成就 所以他是放光者 到你看他 你看 昨天他的开设 他研究了60年 他没心放光以后 还是不断的体悟 那个 告诉我们 他很高兴 很有本体 要找本体 所以到处去 如系神通也好 到处喝啥 就是有缘人这样子 点燃点燃 等下 点燃我们的法性 告诉我们一个本体 我们的法性 感谢光 赞美光 感恩本尊 宋七里 我的名字叫张淑芬 在三年前 一个很特别的机缘之下 我开始叫人家 带人家打坐 在去年11月 的一个早上 我在车上的时候 就有宇宙光 来跟我说 你要不要参加 一个宇宙光 那时候我没有听说 宇宙光 我跟他讲不要不要 当天晚上 我们到一个林先生家里面 他们就给我看 本尊的照片 我一种 很熟悉的感觉 可是我一直叫自己 不要着迷 不要迷信 可是因为看到这照片 有喜悦的心情 所以我就把照片 请回家 在照片前面 因为我是 常常静坐 我就在那边静坐 静坐的时候 因为我以前 叫 带人家打坐的时候 他们都有感应 他们 会看到不同的菩萨 道 跟光 所以我开始在本尊前面 打坐的时候 我们打坐的人 就有人看到 不同的旋逻光 跟一个穿西装的人出来 因为他们也没有听说 光生或是本尊 那时候我就知道 光生跟本尊 是在帮忙我 慢慢开我的智慧 在这中间 我有什么困扰的时候 光生总是很简单的几句话 来让我开我内心的智慧 我用同样的道理 去帮助别人 到今年 90年的中旬 我跟我师兄 开车到南部去 在那边的时候 我自己的本体 就一直念 感谢光 赞美光 感恩本尊 送其力 我就一直念 一直念 那时候 我用一个很感恩的心情 因为我本身 中文程度不是很好 我不会赞美 那我就晓得 这是将来我的赞美词 赞美了一阵 在车上赞美了一下以后 我就开始用唱的 就用唱的来代替这个声音 那 我从南部回来以后 差不多经过新竹了以后 是晚上 我又本体又开始唱 感谢光 赞美光 感恩本尊 送其力 到快台北的时候 光生 他中间教我很多东西 后来光生 就出来讲 他跟我说 以赞美之心看这世界 以仁爱之心感化世人 我赶快把这写下来 我嘴巴一直念 以赞美之心看这世界 以仁爱之心感化众人 那时候我就领悟到 看这个世界 跟这个人类 跟同胞们 我们要以赞美的眼光来看他 所以你看的角度就是不一样 所以我就用这个方式去感化自己 那光生跟我讲 把这十八个字送给同修们 跟把你的歌 把你唱的赞美之 也送给同修们 所以过了一个多礼拜 有蔡先生 请我到他家吃饭 我们差不多六七个人 那 我就把我的感觉告诉他们 我也唱给他们听 那时候 我们六七个人 都有不同的感应 也不同的喜悦 所以我们就决定 把这十八个字 印成照片 印成照片 希望能送给同修们 那时候 我们在讨论怎么做的时候 光生就说 我们在计划印几千张 他说不要印这么多 你只印少数的 因为你印太多照片的话 别人不会珍惜 会糟蹋的照片 所以我们就只印了五百张 大大小小五百张 上个礼拜 我送到中兴来 我的本体 希望我出来赞叹 可是因为那时候 时间太晚了 所以我就觉得 我不要耽误大家的时间 所以我就利用时间 把我的感觉讲出来 这整个的印的照片 都是 我只是建议 都是一个蔡先生 他做出来的 最后 我希望我们大家同修 能以赞美之心看这世界 以仁爱之心感化世人 那我现在 最后 我以用唱的方式 来赞美光 赞美本尊 感谢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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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十年以后 我们有粗略的体会 是这样子 他是放光 没错 以前我也讲过 我们一群人跟着本尊 他会放光 哪里放光 一直很神秘的看 打亮他 哪里放出来 他里面 放放不是很小 这种疑问我们都有 这种疑问我们都有 不是啦 不是啦 到底他是 他是神 他是什么 他不是人 到底他为什么 跟我们不一样 以前 我们也是一如梆的问题 不是啦 我是十步的 我是人 你看我这个男生 以前也这样 所以他放光是他的思想 相应 他的思想相应到外面的 大陆 跟随他的大陆 所以没什么办法 他成就了有这些功能 贏不了来 对 所以宋七帝的 一般我们讲说 他的邪言也好 或所谓信徒也好 他因为接触到宋七帝 所以 宋七帝 会所谓的放光给他们 是不是 我需要专顾问的 提解 是不是 他放光其实是 不放而放 他的语言就是放光 他的思想就是放光 他那个放光就是 我们量子 力写里面讲的量子纠缠 就是 他的 意识 跟你的意识 可以统合 他的意识 可以 变成你的意识 因为我们不了解 本体在哪里 但是 由他的 开示里面 他的 谎里面 他的言说里面 他直接 跟你在聊天过程当中 你突然间就看到 这朵花 怎么是在我脑里面 怎么是在这边 怎么会呈现 他怎么红色 他变色 他就变了 这是红色 他把它变成蓝色 很亮丽的蓝色 蓝宝石的蓝色 或是 这个没有那么亮丽 它变成红宝石的 整个红宝石 所做成的 又有生命力的 这个就是 心能转悟的时候 那个就是 放光的眼里 因为我们要看到东西的话 你一定要有光 否则看不到 当然就是我们肉眼 要看到东西 也要有光颜 才会看到 另外一个 就所谓的 不是肉眼的 看到的东西 也要有光 那个心眼才可以 心眼一定要有心眼的 光颜 照射着你的心眼 你的心眼才会看到 就像我们肉眼 要有光一样 眼里是一样 只是说 它的那个层次是 一个是肉眼 一个是心眼 对 所以刚刚讲的图片 它那个就是在晃光 它在帮人家签书 它也晃光 但是有的人看不到 有的看得到 所以有些事情是 你看不到 但是它存在的 有些人可以看到 就像我们在探讨石像 所以石像就是本体 所以有的石像很好 它还在问说 那它怎么找到本体 那个就是它的本体 所以在经典里面 它讲的 那个如来藏 如来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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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里面藏什么 藏正法 藏法身 藏法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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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是果 如是报 如是本末 全部在里面 这个虽然是后面的人把它整理出来 但是都在告诉我们 你所看到的每一个现象 都是本体的呈现 在宋七六的思想里面就是说 你本体会显花 你必须要有这个光源去开启 就好像我们的仓库如来藏 像一个大仓库一样 藏就是藏 他藏在里面所有保护他没有光他看不到 所以在我们的探讨里面 你看到一样表示光来了 你再看过去整个都是了 你有这个光的时候 整个仓库你都看得清清楚楚 就我们刚刚讲的 所以宋七六他放光的意思就是说 他放光之后说你跟他相应的话 你的如来藏里面藏的很多东西 通过那个放光 会把那个藏的东西的那些显现出来 这不是说他只是开电灯的开关 对他教你开关了 每个人聚组的灯 这个就是他放光的一个 一个就是说 对他没有动作没有那个只有语言 或是他放了你不知道 但是你慢慢你自己觉醒了 你慢慢再去回想就是说 你什么时候开始觉醒 你也不知道 因为他觉醒不是说 像一下子整个仓库你看清楚 你只是看到一样 有的是一下子他全部展现 每一个现象不一样 所以刚刚我讲那个苹果的经验就是说 看到一个苹果 马上他就联系的 一直出现一直呈现 一下子给你体会 有的他三年他体会到只是苹果眼 但是你三年没有体会到 三年零一天 你不只苹果眼 蓝天白印整个世界 他呈现了 所以他没有固定的方式 没办法用人的方式 去把它定义一个标准 所以我们这边有很多来探讨的 就是说有没有课表 要几年要几年 初几班中几班 一般在什么灵修的道场或什么东西 他有一个培训的训练的过程 所以回到本心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课表的 如果在佛经来讲 就是说大圣佛血 直接从普得心找手 是要花二楼多楼三秒三菩提心 就是本体显化 但是怎么花 那个开关没有人帮我们按 我们现在碰到光 他直接帮你点燃了 就是那个开关打开了 就从一然后到一切 到最后又回到一 就是回到所造本体 知道这个生命的历程 就是一个过程 然后有一个结束 回到本心 回到本心就是说 这些过程你都体验过了 人世间你都了解了 甚至有的会员战役 他的过期是 都流落给他看了 所以说 那过期是重要吗 也不重要 因为他没有成就 你这一次做代表了 碰到光体 然后本体显化完整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可以放光 所以本尊说 每一个人 你显化完整 你就可以放光 你可以去点燃别人 所以不是只有他是放光者 是每一个人本体显化 都可以变成放光者 你刚才讲到过期是 你自己在修这个道的时候 因为我研究宗教写 或宗教神秘写 像佛教基本上就讲 我们人不是这一世 我们人有 讲不好清楚 你还没有得到的话 你已经轮回到几千次几百世 在这个世间轮回 有些人是他可以通过他的 比方说禅作也好 深深的禅地以后 他有时候可以看到他的前世 不管或者像基督教的神秘写 他们通过祷告 有时候通过灵事 也可以看到他的前世 就因尊说你自己有吗 你有类似于这样的一种 自己至少跟你最近的一世 或比较前世的一些 神秘的这种镜像吗 我本身没有 但是我后来看了一些书籍 我知道说人是经过很多世的 就好像我们去旅行太多国家 那些国家后来 所以你本身就是很深信 说我们人是有轮回转世 因为在经典上其实都 细数很明白 这个还没有地球以前 就已经有我们了 所以我们人类的起始 如果以活金 他讲说我们从光阴天 然后到这边 那时候还开始地球的雏形 就好像来理由一样 然后又回去 慢慢在这边 吃了这边的食物 然后从这边生长 这我们不可考 就我也没有实际经验 因为主要是前一阵子 我想应该在十几年 台湾有一本书非常的畅销 叫做前世今生 就是一个 我印象中是张老师出版社出的 他就是美国有一个心理医生 而且那个心理医生 他是在美国 英语大学拿到心理学专业博士的 然后他帮他的一个女性的患者 叫Keslin 做那个所谓催眠 一般西方的心理医生 他就说你这个人在这一世 他认为就是你这个人 你现在会有那种忧郁症 躁郁症 他认为就是说 可能在你童年 或至少他可以追踪到 叫你童年 或是你小时候你受孽 或什么东西 你忘了你懂吗 或是你在青少年的时候 被霸凌 或什么东西 你那个伤能有下阴影 就一直压力在那边 没有办法得到疏解 所以西方的心理医生 他一般通过催眠是说 在你很放松的情况之下 你会进入到 然后他就慢慢倒阴你 让你回忆到你在读高中的时候 有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问题 没有 在追到你读中学 比方说以我们台湾来 就是国中的阶段 国中的阶段没有 你小学的阶段 小学没有阶段 小学之前 可是我们大部分人的记忆 大概三四岁都记不起 可是很奇怪 我看过的那个文献 催眠状态 一两岁的人都可以记 他就说你在被催眠状态的时候 好像有一个你的观照者 在看着你一两岁的那个场景 我看到那个文献 被催眠的人 他描述之间 他看着那个场景 他就知道 他一两岁的时候 妈妈怎么抱他 什么 他说活生生的看到那个场景 就有一个观照者 前日记者那本书很特别 就是Brian这个心理医生 他就觉得怎么追踪到他 小时候都找不到问题 他就觉得可能 他催眠的深入还不够 他就 他那一次 那也是我的机会 就是做一个更深度的 没有想到就是 突然开着你的口气变了 他讲话的声音变了 他就说 然后他就觉得很奇怪 因为他之前他也没有这个 也不经验 那个Brian他自己说 他在这之前 他知道有什么前世经证 可是他当时作为一个 受过科学训练的心理医生 他本来认为那个是 没有什么印证 讲不好听 他本身当时也不相信 有什么前世 他在做凯瑟琳的催眠 发现凯瑟琳突然 在他做深度催眠的时候 他突然变了一个口气 他说 然后问他说 你是怎么 他突然讲说他不是他访问的 他讲了另外一个名字 而且他说他出生在50年前的 美国的Clorado一个地方 然后他说他的父母是谁怎么样 因为他们在西班牙门催眠都有录音 这个心理医生他觉得 等到他 他那一所谓他的前世的 他后来在听录音的记录的时候 他要求证 他就去打电话去问他讲的 因为50年前那户籍什么东西还在 既然有他讲的那个地方 他出生的地方 然后他的父母 然后他的名字 所以第一次就非常震撼 你说看过前世纪 他后来又做了 听说催眠到五六十次 他追踪到古埃及 追踪到古埃及 这个书当时他心理医生他也怕怕的 因为他说他怕他出这个书 就是到时候他的饭碗都被炸掉 就是说你是一个那么专业 受购什么耶鲁大学的心理博士的 这样的人都会相信这东西 他不敢 后来他就再去查文献 他就发现出原来在历史上像印度的 有前世这种经验的这种个案很多 然后在美国他有看到类似 可是并没有那么公开 所以他那个时候 就是更切认就通过那个深度催眠 这个后来又变成一个叫做前世催眠治疗 就是有些人 你的心理问题不是发生在你这一次 可能你前世受到那个创伤 在那一世那个创伤并没有被化解掉 然后你的前世的肉身死的时候 你的灵世 灵魂 希望能讲灵魂 又进入到另外一个父母的身体以后 可是你前世那个记忆还带着 可是因为你一旦进到我们的肉体以后 好像你那个前世记忆会 好像就好像就我们晚上睡觉做梦一样 你在做梦的时候 可是你早上起来后来那个梦就慢慢的淡忘掉一样 那类似于这样的就是说那个 你的前世记忆就是说在你出生可能前面几年 你在很小的时候可能记得 可是后来就会慢慢的淡忘掉 随着你长大 所以这个事我不晓得就是说你个人有吗 我有这个经验 我才会一直勇猛精进的来探讨生命 当然有这种过程 我老师有教读奇迹课程吗 也是一个很明显的意思 很多这一部分都用在精神科的心理分析 有确实 所以这不是说吗 那成就三位移植的时候知过去现在未来 一定有过去 我自己的经验 我相信我有朋友或者我自己在当场现场看到心理师这样的 就催眠催眠 引导到他是在一个层次回溯到小时候 经过父母的分开什么的创伤 创伤 父母离异的创伤 他还是不理人员 不理事 到现在他人内心的不平衡 他真的是可以当场对话 跟他的妈妈 他妈妈的往生 跟他的对话 你那个时候要抛弃我和弟弟 类似的博士 这个经验 有 那我自己的经验 我认识本理官以后 他是播给我看我前世 一次一次介绍给我自己看 我清清楚楚 所以你就 我以前 这就不用透过像Brian博士帮他做深度催眠 你就自己通过 前世自己看 他们先拖别人 不用通过心理医生来打拗你你 本理官你接触到自己 自己的本体 介绍自己的情绪 给你了解 一幕了 我看到我以前 好几次吧 从文字里光后出家了 也曾经是一个大院里 一个大庭院里面那个小梁屋里面的小姐 也有这样子 他有意思 扮演很多不同角色 就是 特大博士 不同 对对对对 表白年轻 什么时候在为什么 你刚才讲到就是有出家的那个 就替光的 就表示说你前世有出 出家就表示你那时候有求到的 学到的 你才会出家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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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着我像 那个脸就是很像的 所以我常常讲说那个是红金宝 脸就圆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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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不类类的 我们生活 我也看过我自己 不知道在哪一个朝代 已经有井水 那个 就这样从井里面撈 那个 弄下去拿水上来 对不对 那种我不知道那个什么时代 我是绑了两个小辫子 天少女时代 拿水起来给旁边那个小茶几的人 两个长子 这样子在泡茶喝 我打水给他们泡茶喝 那个井是给我看的清楚介绍 所以我相信 我在认识本体以后 我跟本体交往过程 会有 也会有那个思潮 我明明 没有讲这个话 他突出来的另外一个思潮出来 但不是我要讲的话 你怎么会出来的 我相信 那哪一世 为什么要这样表 所以我就要很大胆的告诉他们说 今生光来的 要以本体为主 所有的你们 全部归队 以本体为主 不要个人的思潮 这样子 要各自表达 我就用我们习惯的语言 这样子来 所以我这样子几次以后 我的思潮中是很干净很空的 没有 起伏或什么 就很干净 里面是很寒净 我是告诉他们 光来的 不要各自表达的 因为我搞不清 我不是 我没有想这些人 你为什么想这样 你为什么想 就 哭出来了 我又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这样表达 声音 哭出来 一句话 我又怎么讲 不是代表我现在 我会说 大家以本体为主 遇到光了 以本体为主 好这样 这我应验到 所以我的思潮里面是很干净的安静的 没有额外的思潮 所以跟本体的沟通方面 我就比较迅速 简单比较 所以可以沟通的帮 他给我的讯息 无声之声 有声之声 也好 或者表达一下 都表达的 让我 知道那个道的珍贵 我要跟着这个大道的步伐 我要脱落 我是这样期许自己 也就是这样子 那个内容 所以我相信 我也跟同道之间的互动 也有人这样表达 你认识的同道 认清楚 每一朝代 每一个细节 介绍的非常的清楚 所以有 我自己是亲身这样子 相信有前世自己 自己是有 习记课程也不是这样吗 对对对 你也是用这样的模式来心理治疗的 对对对对 是这样子 是是是 对对对 对对对 我想说我们今天访谈 暂时在这边告一顿 我可以到这边来跟你做一个访谈 我们刚刚谈的这些东西 你是不是可以补充的东西 或再分享一下 因为这个心灵的世界 其实是所有宗教在追寻 追寻到最后结果 就是回到每一个人的自信本体 其实现在我们所看的书籍 或是现在的科学家 他们在找到后来的答案 还是归属到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用什么代表 就是用意识 每一个人用意识 然后用量子力学来讲 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聊天当中 提到量子纠缠 有一个你不管在哪里 他随时跟你的意念是相结合 他可以随着你的意念 去变现所有的东西 这个是量子力学他开始在探讨 但是他的结论 其实量子力学 我相信教授也知道 他讲的就是不确定论 他还没办法完全去证实 他有一个固定的答案 他叫测不准言语 所以他叫测不准 所以他用谢丁格的猫来比译 就说有种种的可能 其实我们心的变化 不是用我们人的语言可以把它细数清楚 但是每一个人 只要进到自己的本体显化出来 自己去体会 不管是过程或是已经达到究竟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达到究竟的人 他也不会认为他达到究竟 他反而是有一个更大的胸怀 要把这种信息 也去传播给其他还没有达到的人 他也不会认为他达到 这个就是回到本心的时候 就是回到我的眼 比较简单的讲 就是说精神共产党 是大家所共享共有 共振 都共有的 绝对不是说哪一个特殊 哪一个比较特别 所以从本体观来看 每一个人都可以 这个就是人在追寻生命的历程 可以超越生活 跟生命融合在一起 然后达到心灵的严满 是唯有回到本体 然后本体的体现 然后结果就是 看到真正的自己 讲真人也好 讲上帝也好 讲活也好 讲道也好 真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能够把它体现 每一个人体现到 我相信他的心灵 也就达到一个平和和谐的状态 我做这个研究 经过这两个访谈 毕竟我们从学术界出 经过训练 我们经过几十年的 所以说从我在欧洲 彼此念书 在博士班的专业的训练 我们一方面当然就是说 站在学术界的 这样的一个研究的立场 我们就希望有一个 学术界宗教哲学 或者是后来我自己 性气偏好到所谓神秘主义 神秘主义的研究 我自己在大学也开过 神秘主义的课 开过好几年 后来我自己也因为 研究神秘主义 我想说我做一个研究者 我不能只是研究 所以我有机研 我也会实际 像我也参加过所谓的 禅宗的禅修 七天住在寺庙里面 每天早上五点半就起来 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实践的 我这会去踹 或者是藏传佛教的时候 那个藏密的 我也会像大宝法王的奖金 我会听 所以像藏密或者是 我在欧洲念书 还有接触过 伊斯兰教的那个神秘教派 叫苏菲 就是跳前转武 那个苏菲教派 我也曾经两次去印度 有一次去印度 还在印度的一个道场 还住了一个夜 就是奥修的一个国际的 灵修道场 我也实际去参与了 他们的一些活动 后来 就是因为他的论文 宋吉利 他的这个 他的 所谓思想 或是所谓实证经验 有很大一部分 是跟我们神秘主义 或是宗教哲学 可以做一种对话跟沟通的 他当时拿给我看的 宋吉利的93集的DVD 我也都看了 我看了DVD里面 才更深度的了解 就是宋吉利 他不但对于这个 古代的西方的哲学 从苏格拉底 波拉图 一直到近代的 他都有设计 甚至到尼采 查拉图斯特拉 或者是超人 这样的东西 然后再加上我自己 你有什么不中 不是说本身是透过这些来诠释 让我们了解本体观 而不是说 用那个发扬的 知识 他是要举例这些让我们懂的人 有人懂佛经 有人懂圣经 有人是研究其他的 他透过这样的讲述 他读过他引经祭典 来告诉我们本体观 祖宗是本体观 我也是因为看DVD 在后来你也推荐我看了 他一些早期的文字 像《天人合一》的书 还有早期有人写 宋吉利思想 初级篇那样的东西 因为我们毕竟是 作为写者 我们很大一部分 是花在文字档案的 至少我们要 研究你这个人的思想 我们要在文字档案的 可以研究的范围 然后你根据哪些论述 比方说你写的论文 我们今天为什么可以接受你的论文 就是说你的论文 在写作的论文 又引诫古今中外的这些 被我们学术界认可的思想家 或者是文献 作为你的走证 否则我们也不会让你的论文通过 就是说你的论文既然通过 就表示说 你所走证的这些东西 不管是宋吉利他本人的 或者是你后来用很多 其他不同哲学家的 或宗教哲学的 或经典的东西来 支持你论述宋吉利思想 至少他的思想部分 我们认为你的引经经典 都是有根有记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学术界可以接受的 所以我也因为这样 所以我才会更深入的 想要就是说 他除了这些思想的东西 他实证的东西是怎么样 这个也就是说 我想说亲自 就刚才我讲的 你不入腐穴 焉得虎子 我一直都是这样 我研究秘宗 我要进入到秘宗 我研究所谓苏妃的 我要进入到他们苏妃的 我研究印度教的 或是瑜伽的东西 我都要 至少要亲身去 虽然我们又很深的 可能因为 那时候还有协助界的教学 跟什么 至少我会亲身去 所以我想说 这一次宋吉利 我为什么会亲自来 就是说通过你 会参与自私访问林会长 这次访问庄顾问 也是记忆这样的一个 至少要先从 我作为一个协者 我希望就是说 要采取所谓的 协助界的客观的立场 客观的立场来作为一个 比较协助界 可以接纳的这样报导 因为我们刚才一开始 也讲到宋吉利事件 被我个人认为 就是被蛮大的一个 一个所谓媒体的渲染 我想说媒体 它本身有媒体的一个 它的功能 根本功能 这个我们都可以理解 可是比较可惜的就是说 也因为媒体的宣传会让一些 只是接受媒体的人 就形成了一个既有的东西 就会看到送信 就把它排斥掉 或者说就 就不想 那我作为一个协者 然后看了他的论文 就觉得不是这样子 就是说 借这一次这样的一个访谈的机会 希望我的更深入的了解 然后也可以引起协助界 因为我知道我可以代表协助界之一 之一的一个身份 自己现在又成立了一个书院 就灵芝反本书院 我上次没有解释 我所谓灵芝反本书院 为什么我用灵芝呢 就刚才提到的那个Nostic 这样 诺斯底中文翻译叫做灵芝 或是直接 音译 诺斯底叫翻译 就前一阵子有 非常畅销的一本小说 叫做达文西的密码 后来把它改派成电影 达文西密码 就是从诺斯底 或是所谓灵芝的 就讲耶稣基督 比较随耶稣基督 生成灵性的 换成刚才你讲的 比较是从实证的这样的 一个耶稣基督实证 像耶稣基督法身复活的 那个实证的那样的一个 这个就引起我很大的好奇 所以在两年前 2017年 我以前教的研究所的学生 我们有一个读书会 他们说要不要 Organ一个灵芝反本书院 所以我在两年前 成立了灵芝反本书院 我们就希望这个书院 开放一个空间 可以广纳各个不同的 所以灵芝就是我们反本 我们用这样的一个title 作为我们书院的名词 就显然我们书院 从灵性的认知上 去探讨各大宗教的 或是目前在我们台湾 所谓一般比较被人家提到的这些 像大日中也是 或宋七利事件也是一个 我认为也是我们研究的一个主题 所以今天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基因 反本 后来发现宋七利的思想里面 也有反本 他讲作本尊 本体 本心观 反谱归之 恢复本来面目 就是这个 这个本 也是我们的宗旨 也是我们这个书院的宗旨 就是说 追求那个根本 根本的东西 这个是我们的书院 所以 也就是因为 大日中的 他的精神 跟我们这个书院的精神 我是觉得蛮符合的 我就是希望 借我这个 也是反本书院院长的这样的一个身份 来 跟你们做 比较深 我希望更深度的访谈 希望我们这一次可以 以 人家讲 安因斯坦 你的相对论比 牛顿的更伟大 安因斯坦 他说我是站在 忌人的肩膀上 所以 我看得比那个忌人更高 我们现在做邪术 邪术的工作就是 前人做的东西 我们在 前人的基础上 我们在 杨卫南教授 做的 宋旗旨事件的那个东西 我觉得 可以作为我 这一次 站在他的肩膀上 希望可以看得更高 更严 是这样的一个 心态 所以我才会来 我想说 将我们会在 真理会越变越 是 是 这是建设的 我们 中央的议员 向我们的 科码研究寿 业维 当中的 子计划 这都是 所有的主要 让我们 过准 来往来 和中央的议员 你是什么议员 去 请进 这个 现在议员吗 对 其实也是 也是先生 介绍 然后 我们这孩子很不可思议 他就是 接触没有多久之间 他就开始有一天 他就 他就 电眼就开了 然后他就看到 家里面 深深 我不晓得记不记得 他上次最形容的 非常的 就是有一天 我这么说 有一天 他就是 早上就去学校 大概七点多 他就是 吃过 吃过早餐 说到杯子 早上去出去了 他就去把他那 问到一个客厅内 充气的分身 坐在那里面 他跑过去 在顶礼的末拜 对于是不觉得 他就是 这个看得到 对 那时候他小学 他现在是 到我运气马下 家里的 有时候看 都是说 都是看得到 对 然后他有没有 有什么动作 我的 跟你讲话 有啊 有时候陪我玩 就这样 陪你玩 陪我玩 没有 有时候就是陪我玩 像学校 因为下课的时候 然后 不让同学看到 因为同学看到 可能会有神经病 然后所以就跟我玩 跳格子 然后就玩那种 爬樓梯的比赛 就这样 然后你也真的 真的跳格子 真的不怕 你会跟他讲话吗 会啊 现在有没有 现在 现在 不用跟他讲话 直接就可以了解 他要干嘛 现在有吗 啊 现在 现在 现在有啊 现在就是 不必准他 哎对 他 就可以直接沟通 嗯 以前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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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口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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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 那一次以外 澳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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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何分辨 微某一個境界 像我們這個背 微某一個境界,我們有一個背 你這兩個背,你怎麼分 分得出來 怎麼分? 就是分光的那個亮度 就知道了 那個比較亮 所以無形的會比較亮 雖然說是無形 可是假如裡面有茶,你還是可以感覺到裡面的味道 然後你這裡喝的茶 那邊喝的比較小 比較小 喝下去會怎樣? 也會解你的渴嗎? 如果你很渴 可以 就不用喝這個 只喝那個比較好 對 這個文明姐最近 辦理你上課的時候還是做工夫的時候? 有啊 對,有限 對 他變成就是跟在學校的樣子一模一樣 一樣的教室,一樣的同學 然後老師也一模一樣 然後他就以你比較喜歡的方式來上課 那會不會影響你上課? 不會 比如說你會分神啊 不會 為什麼不會 我 不知道 就是老師講課你還是有在聽 然後 然後 他只是以不同的方式來出現 不會影響 比如說他如果也跟你講話 老師也正在講話 不會 他就是變成老師那樣 變成老師 對 所以他講話就是老師講的話 他就變成老師的樣子 對 所以他講 老師講的你也知道 對 所以 他變成講話也是講那些課程裡面 對 那你別跟你的董哥 董哥還是朋友 託人 這些文明姐請說 沒有 你別跟他講的 沒有 所以他們都不知道 對 OK 那你想不想跟他們講? 不想 為什麼? 因為講話沒有不懂 沒有 所以我對這個本題 本來就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那跟道家舞在練的那個 也沒有衝突 道家那個也講本題嗎? 我剛才跟妳講年輕不一樣 年輕不一樣 那是禪宗裡面都是講這個嗎? 小巷 大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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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建先生的 他的這個本題的這個理論 也好 我認為他也有創意 這是因為,這是你後來,請進,他很願意,這個也有原因 因為宋先生他,他在中國也有很多去讀 當時我們看,後來看那個錄影他還什麼 但我倒是覺得說,其實兩岸的解決 可能真還是宗教是一條比較和平的解決 是有幫助我們避免戰爭的一個貿易 因為我們現在台灣不管佛教、大教,包括新興宗教 這些宗教的軟體,還有這個甚至說教主 創始人都在台灣 那如果這個在中國他因為禁團宗教 那但是中國的人民他有種,精神上的空虛 我們可以想像,宗教一旦開發或是說他不開發自然的擴大 我們認為他不能夠阻擔 其實我真的有,後來他看到那個清華大學 很多有對他的理論有興趣或是說那個錄影帶 我們就覺得,政府應該是鼓勵 我看了楊萬人他做訪談,他也做了十幾次 整個宋氣思想的內涵,真誰來講 你不是說兩個月三個月就可以關於這個 那這兩次的訪談,老師你覺得怎麼樣 專顧問,剛才講他原來是道家的這種 他有這種,除了他自己的親身的這種實證的經驗 他也有一些,像你剛才還引了一些莊子的經典 這個東西,我是覺得這個 因為我們寫宗教要論述一個東西的話 你講一個,像我看很多神秘主義的文獻 我之所以為什麼會相信神秘主義的文獻不是瞎掰的 因為那個神秘主義者本身有很多都是 在他有神秘經驗的時候他也是一個寫者 像非常有名的一個蘇菲的大師叫盧密 他本身也是一個詩人 他原來也是一個大寫者 就是在伊斯蘭教裡面的一個大寫者 他後來他自己有神秘經驗以後 他就把他當時認知的東西 跟他的神秘主義的經驗作為結合 所以盧密就變成在伊斯蘭教的 很重要的一個神秘主義的經驗 他本身也有實證的經驗 可是他也是一個寫者 也是一個大師人 類似一樣,就像泰哥一樣 像我們上一次跟林會長談的時候也談到泰哥 龍格也一樣,龍格的論文是寫他妹妹的神秘經驗 就是他妹妹所表達的平常的 普通在講神秘經驗我們在講個人實際體會 我們這邊講實際體會 神秘經驗神秘主義 好像上不了台片遮遮掩掩掩 那是受到西方一切地環境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用境界實證來表達的話更貼切 我是這麼認為 所以我們都用境界實證 所以你剛才講到龍格 事實上我大概做一個稍微的總結 像龍格他就是寄那個 因為龍格他的老師或者是他所謂的朋友 原來是佛洛洛伊德 佛洛伊德 心理精神分析師的大師佛洛洛伊德 龍格是師承佛洛伊德 可是佛洛伊德他當時講那個潛意識 他只是讲到个人的潜意识 荣耿他会发现说 我们人除了个人的潜意识以外 他发现还有一个更深的潜意识 他叫集体潜意识 collective unconscious 集体潜意识就是涉及到 你作为一个人 你的集体潜意识 你这个祖先的 或你这个族的 或是你这个族的延伸的 更大的 这个有一点接近我们 佛教为事论里面的阿赖耶士 他储存是 那个意识里面 储存是一个意识的 一个无尽战 所以荣革又比佛罗依的更深入 所以我就觉得 像荣革这个 后来荣革的 他的精神学 也跟藏传佛教的结合 我有看到这样的论文 就是从藏密的观点 来跟荣革的精神学 精神分析作为结合的也有 这种研究越来越多 或者刚才你讲到量子力学的 现在有量子力学的跟宗教的 跟灵性的这样的结合 我是讲说 20世纪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所谓我们上一次讲到的 就是说新时代的一个精神运动 新时代的一个就是 我觉得我们五人 真的是很值得我们敬佩 宇宗忠 他的精华的秘密 对 对 荣革把它翻译过去 就是讲我们的 他那个精华秘密 原本的叫做太乙精华宗旨 太乙精华宗旨在西方 荣革有一个很要好的一个朋友 那个朋友叫魏里贤 他是一个传教士到东方来 他当时到中国来传教 后来在山东 他在山东的牢山碰到一个道士 那道士就给他一本叫太乙精华宗旨 太乙精华宗旨 太乙精华 精华就是花 金色的花 所以他后来就把它翻译成德文 后来也把它翻译成英文 英文就是 The Secret of the Golden Flower 这本书在西方 在80年代的时候 是一个西方人探讨东方的 神秘学的一个经典 荣革还帮他写了序 帮那一本书写了序 他用他的一个 就是专业的精神 精神分析师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去做 因为我是觉得这个 就是我们上次讲到 泰克跟爱因斯坦 现在是讲到荣革跟太乙精华宗旨 那他为以前还翻译的《易经》 他还翻译的不少 中国的就是经典的东西 他做一个传教师这样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是一个机会 宗旭思想 这个宝就像精华的秘密 一样的流传到世间 福音传到世间 宗旭思想 那我现在越来越比较了解 太乙精华里面讲那个 金花 那个是一种实相的 实相的花朵 对 那个实相的花朵 非常赞叹说 我们的古人 真的是在修为上 有很高的境界 但是没有普遍性 现在这个21世纪里面 打破了地理区域环境的翻译了 我相信宋旭思想 就有21世纪的主意 我一直相信的就是这个 因为资讯时代 资讯化了嘛 全球化不足以为奇了 我是认为 至少看了他的DVD也好 或是他的一些文字档 我至少认为 宋旭的东西 他涵盖的面 蛮广的 他都有去涉猎 涉猎这些 这些古今中外的东西 我是希望 我作为一个研究宗教学的学者 我希望就是说 借这个访谈 可以一次一次的 就是说 一方面也帮助我自己 更深入的了解 那一方面呢 我们也希望 我们做的这些访谈的东西呢 有言的人看到的话呢 如果想要更深入的探讨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 像我们林志凡本书宴 我们既然是一个书宴 书宴就是 希望这个平台 可以对大家开放 比方说跟量子力学 跟意识 意识科学有关的东西 比方说像 前台大校长李思成 他那个林介的科学 或是最近的 意识减死的类似这样 或是量子力学的东西 我们可以 因为刚好 它是一种知识 但是它可以联系到 我们的意识 最主要就是 我们的意识很难去形容 然后顺着现在的科学 发展到这个程度 它最主要可以跟我们灵性结合 我们可以看到东西 就是我们知道 西格斯波色字 对 这都是现在最夯的 量子力学 能量能物质化 为什么能物质化 就是西格斯波色字 然后它可以成形 就像刚刚讲的 它以金花 那个金花就是国教 它们用莲花来形容 就看到莲花 金色的莲花 它实际上的意思就是金色莲花的意思 所以这个东西古今中外其实都有 然后我们先把它灌串起来 串起来 让大家了解一下 所以殊土同归归到来 就每个人本体 从本体再去探讨 再回到每个人本体 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完成 希望教授好不好 下次还有机会 请庄部门 再来跟我们分享 因为我知道 你花了时间精力 花了非常多的金钱 在这方面去研究 去探讨 去精进 知道我们这样的赚配 因为我们书院就是说 让你跟我们分享 跟很多人分享 透过这样子的模式 因为我们书院的宗旨 也是希望开放这个平台 今天我们因为第一次 专顾问这样的一个访谈 大概基本了解 就像我们上一次 跟林会长访谈 基本上林会长 有林会长他的身份 跟他自己的认知 你作为大致中的一个顾问 我想说也有你的认知 可能其他的相关的同道也有 我就说 因为刚刚听罗伯会长讲 我相信就是说 你对量子理解 或是其他的专题的东西 如果我们将会有机会的话 希望就单一的 有些东西是我们谈一个 概论性的东西 那我希望我们的东西 有些是专精的 专精的 因为这个可以让 对这一方面有兴趣 刚好他也有 对量子理解有兴趣 或是对其他的 经典有兴趣的人 就可以 他可以因为看这个东西 通过这样可以更深入地了解 像这些东西我想说 我们这个可以当作一个专题 所以我想说今天也是很高兴 又再一次的机会 我代表临时反本书宴的这样的一个院长的身份 来访谈专官 我觉得我自己也受益良多 也要谢谢 也希望你能达成你的目标 再提升人的整个临时方面 然后反本就达到你的目的 体正到它真实的存在 这个也就是达到生命的救济 这也就是我对我们临时反本书院 想要去探索跟追寻的一个宗旨 我们这个书院虽然成立两年 可是真正在运作 也是今天开始在 有意义的巧合 对有意义的巧合 荣格的名言 今天就在这边暂时告一段落 好 没有没有没有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 谢谢